每年到了立冬锅后,我们这边的地菜就出来了 地菜最好吃的做法还是调饺子馅 我们这边叫做地菜,你们那边可能叫做季菜 烧一锅开水,水开之后加上食盐和食用油 然后下入地菜,不用烫很久,把地菜烫软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放在凉水里面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地菜发黄 一斤的猪肉叫老板已经嚼好了 提前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猪肉里面加上像这种小勺的食盐,三勺左右 再加上三勺的白糖,一勺鸡精,一勺味精 适量的花椒粉,再来一点胡椒粉 一大勺的生抽,小半勺的老抽 加入适量的蚝油 戴上手套,抓拌均匀 拌匀之后,在分测网里面加入葱姜水 葱姜水的话按照一斤,150克的量 加一点抓一下,不要一次性加进去 加到最后肉比较软,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拌至上进 拌好的肉馅是这种粘稠拉丝的状态 你看,是非常软并且非常有弹性的 再把地菜挤干水分,放在案板上面切碎 切好之后,全部加入到猪肉里面 再朝一个方向,搅拌混合均匀 拌好之后,再往里面加上一把的葱花 用烧开的热油泼一下 再次混合均匀 这样地菜饺子馅就调好了 这样调好的肉馅,鲜嫩又多汁 吃起来一点都不柴,非常的香 我们这边喜欢把它包成这种大包面 因为它可以放比较多一点的馅料 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你们那边的鸡菜长好了吗? 如果长好了,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我是阿鱼,拜拜